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在今天的本土病例确诊数是来到了5092例 破5000例 那当中呢当然新北市 台北市以及桃园市 这三个县市都是破千例的 但是呢现在这么多的确诊数 是不是又出现了塞车的情况呢 因为我们看到在基隆有一个共产团体 有16个人是没有暗号的 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先自主在家隔离 那很多天了都还没有人闻问 而且呢这个基隆的幼儿 他是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那他们会不会大家还记得之前 在新北市的那个两岁小朋友的案件 我很担心说会不会他变成也是一个确诊器额呢 那当然这种是卫生局说核定系统确实有塞车 那已经为他们赶快的开了快速通道 而柯文哲他也示警了 他说预估之后会日增5万例上下长达100天 如果你想要降到1000例的话 至少要两个月以上的时间 现在这个大确诊的时代是不是来临了呢 因为呢从4月15号看到染疫数破千之后 不到10天的时间呢 已经突破了今天是来到了5000例 未来的时间三到五个月 会进入到一个社区流行的阶段 那就有这个平民媒体就说 台湾能否通过Omcron的最后测验呢 其实啊关键就是在医疗量能的部分了 那问题是医疗量能要足够 可是现在大家最关心就是快筛 我们刚刚其实呢 在跟这个来宾我们都讲到 因为其实现在要进到很多的公司 甚至是你要去别的地方访问 你都必须要先进行快筛 可是呢这个快筛剂根本就不足 全联开卖的两万组啊 一人限购一份 根本大家就是排队的强 而且呢药局的进货价还很贵 2.5万这钱到底是到了谁手上呢 那现在说到国家队啊 到底在哪里呢 还有就是疫苗的问题 其实呢很多人都还是在排队 所以开始就有一些人啊 在酸陈时中 那陈时中当然就也很生气 他说你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以提出啊 他说的是这个钥匙丢下楼的事件 先请教汉庭哥怎么看 快筛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很需要的东西 但是很明显现在市面上的缺乏 但是这并不是最严重的事情 最严重我们从昨天 就是所谓的陈时中 找了六个县制首长来开会 谈的事情就知道了 为什么要所谓的 缩短居家隔离的天数跟简化疫调 因为当前现在公务体系 已经没有能力来处理 新冠疫情的问题了 第二个现在的医疗体系 也面临到了非常大严重的崩溃 当昨天陈时中说开会讨论这件事情 而且还没有拍板的时候 我觉得荒谬至极 这件事情不是应该早在三月底 疫情逐渐爆发的时候 你就该决定了吗 不是在苏贞昌说新台湾共存 这个时候就应该决定了吗 到现在这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指挥中心几乎毫无作为 他除了整天报数字 然后就推出荒谬的政策 比如说去健身房没有3G不准上 旅行团没有3G不准上 这些事情那用餐的问题呢 人家问那请问用餐怎么解决 他说那你不要跟陌生人吃饭 那我们现在去任何的小吃店餐厅 你一定会跟陌生人吃饭 否则呢 那你有没有对餐厅做任何的隔离 或禁止或其他的动作 没有 难道因为陈时中 他自己都去开包厢 他没有办法体会民间疾苦吗 那老板心问 小孩子幼童的准备药怎么办呢 陈时中喝喝一笑 喝喝 自己多注意 你有想过家长跟小朋友的感受吗 现在全台湾最担心的人 就除了我们这种除了单身的 然后自己在外面住的人 他可能不怕 因为轻症 无症状 他没事 可是跟长者住在一起 家里有70岁 60岁以上长者的 或家里有5岁以下的小朋友 现在是全台湾最担心的群体 尤其是六七年急生 那对于长者应该要有的照顾也好 疫苗也好 那对于小朋友的这些快篩或者是疫苗 那目前有任何的准备吗 尤其不久之前 新北市两岁儿童的案例 让多少的家长心慌跟担心 那你如何能够保证这样的案例 不会再发生 不幸的案例不会再重演 或者说在当时 因为我们的医疗资源还算充沛 新北的两岁小朋友 他还可以得到医院全方位的照顾 可是未来如果确诊的小朋友多了呢 你还能够保证每个小朋友 都能够得到更多的照顾吗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 现阶段这一个月里面 我们才发现要快晒没快晒 要疫苗没疫苗 然后要病床 现在也没病床 要抗病毒 要也没抗病毒 要都是事到临头 临可绝顶 现在才要去买 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在最新4月22号公告出来的 所谓新冠的病床数 总共全台湾也只有一万五千张 还包含了防疫旅馆 就你不够你去征用防疫旅馆 然后我们现在只有四成的空床 请注意我们现在只有每天 五六千的确诊数 我们已经把六成的床都占光了 然后你说未来要增加到 上百万的确诊 请问剩下的四成的床 够吗 而且也不要忘记了 现在指挥中心只是拿一张表格 说告诉你一定够 可是比如说 未来确诊的轻症患者 或无症状患者 他会不会有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癌症或意外 或任何 他要去看医生的时候 他去哪里 他还是要住到 确诊者的专责病房 或送到急诊室跟家户中心 所以未来当急诊室 家户中心被塞爆的时候 医疗体系必然面临崩溃 而陈时中有没有办法 来解决这些问题 当不到五岁的小朋友 他必须要去做筛检 在那里捅鼻子的时候 他那个惊慌担心跟害怕 小朋友哭啼的时候 陈时中跟蔡英文 你们到底每天报数字 是把这些当成数字来看 还是把它当成人命来看 请这些官员 每一天有空的时候 你们就跑到医院的筛检 在门口看一看 那些天天要筛检的那些小朋友 他们的惊慌跟害怕 看一看那些因为担心小朋友 没有办法去处理任何事情 家长去感受一下他们的心声 有没有同理心指挥中心 那哥你怎么看 现在大家觉得好乱 你要我正常生活 但要我小出门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 我用我们学校做例子 我们学校也不是自己规定的 是教育部 那我们改成远距教学两个礼拜 就到今天为止 那事实上明天 应该是疫情更严重吧 结果明天改成实体上课 这是什么逻辑呢 我是搞不清楚 因为这两个礼拜是 这个疫情刚开始 然后学校就立刻通知 不只我们学校 教育部 一定是教育部 那就改成两个礼拜 但是你要观望看看 那明明现在就是越来越严重 今天五千多 昨天三千多 前两天都是两千多 那你下礼拜又要改成实体上课 那这个逻辑是什么 是希望大家来碰一碰吗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的逻辑是什么 因为大学要做远距教学 是相对容易的 结果你叫大学大家来碰一碰 那这是为什么 自主应变 可是我的意思说 这个是明明就是远距教学 就可以立刻处理的问题 大部分的大学 都有远距教学的设备 那也都已经 早就大家都习以为常 可是你为什么要改成实体上课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居隔 居家隔离 居家隔离目前已经有7.9万人 事实上居家隔离 我们台湾是10天 这个实在是太长了 我跟你讲 韩国到最高期的时候 居隔曾经有200万人 我跟你讲 台湾早晚会到50万人 我不敢说到100 50万人一定会到 那这个会造成多大的 社会跟经济上的一个思绪 我跟你讲很多人 尤其是中下阶层 他就是担心自己被隔离 他事实上不是怕这个病 这个病大部分都没有症状 有的也是轻症 大部分都不是重症 可是他怕被隔离10天 他失去收入 现在是更多这种人 我觉得卫福部 一定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你就会导致 他不愿意食言治 他尽量避免被你抓到 对 就会导致这样 那会隐匿疫情 这个后果实际上是更严重 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专家 在建议说 这个10天一定要降低 那要降到几天 希望卫福部赶快给个答案 介教室怎么看说 但是陈雄这样的状况 他满意度还是维持在 6成的高等 你觉得是不是他自己做的 我觉得他现在 大家对他很有意见 我听了很多对他都很有意见 对 他这个表现实在太差了 我常常想以前那个广告说 你是不是累了 累了就不要做了 真的 因为现在真的是一个 关键期考验期 那快筛不够 快筛剂不够 然后疫苗不够 那些BNT到底有没有 有人要 有人前两期打BNT的 第三期再等打第三期 BNT没有了 到底买还是不买 你要给个交代嘛 另外儿童BNT 你不是讲了半天吗 说谈了两个月还没谈出来 那你还要再谈两个月吗 多少儿童在等待 这个BNT的疫苗吗 你现在已经很明显看出来 这个政府嘴巴上不讲 现在就是要我们与病途共存 然后另外一方面 要我们搞群体免疫 那你照估计数百万人要感染 对 以他的正常的 其他国家的这个 有可能上万人要死亡 有重症的 有轻症的 你这个医院准备好了吗 那大家都无煞煞 都没有问衡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现在都是不晓得 荒诚一片 我们现在很恐惧 生活在这种被疫苗感染 被这种病 这种疫情感染的人的生活 事实上是在恐惧之中 那我们想要去打疫苗